今天是2024年10月4号 什么呢停店 我们家还在停店 大部分那个店都来了 现在我的小酒店全部都租满了 能住人的 有的房间漏水 有的房间空调有问题 有几个房间 现在有两三个房间有问题 剩下其他的全部都租满了 非常好住 每天都来老沫啊 白人啊 黑人啊 每天都过来 直接就过来 就要住 当天就入住 但是我没有房子给他们 然后 现在 我这个房子是 是已经订了要卖了 我卖了之后 我现在开始又觉得有一点舍不得 我觉得就比方说 如果不着急放在手里头 可能价钱还能翻倍的 就是因为 这块的这个需求 像我这类的产品 适合这个地方的产品 太少了 就在这块呢 酒店特别多 但是你知道酒店的费用就高 酒店你要交那个销售税 酒店 整个运营成本就高嘛 像一般的酒店 你平均 这种常住的每天70块钱下不来的 那70块钱就算是 490块钱 一周就490块钱 对于这些人来说 那个费用 对那个价格挺敏感的 就是要么去酒店 那附近的公寓呢 他们多半都租不到房子的 因为他们本身的情况嘛 有的人像这些墨西哥人 他们英语不好 他们就跟着老板走 然后在这个地方具体能干几个月的活 不知道 是干三个月还是六个月不知道 等到活干完了随时就走的 他没办法去租公寓 因为他那个时间不固定嘛 所以像 像公寓也不合适 酒店也不合适 那像我这种的 这种又看着挺新的 虽然房间挺小的 但是挺新的 对于一般的 一般的人来说 稍微挑一点的人来说 都觉得这个眉虫 干干净净的 新油漆漆 房子看着挺漂亮的 他们都能接受 所以就我这个小酒店 在这块是最需要的 急需的最需要的 那因为这个酒店卖了 我自己想 想着做点什么生意 因为我知道 我现在手里 有一堆的墨西哥房客 就是在这个酒店的 比方说我可以带他们走 或者是 还有一些那个墨西哥人 他们在找房子 我手里有这些资源 我在想着 我怎么能够照顾好这些人 我把这些人照顾好了 我自己的钱也能挣到吗 然后我到附近去查了 在这五个卖之内的 五个卖之内到这 这些酒店 那个就是公寓 我都去看了 没有空房子 像有一个酒店 他说下周会有两个 三个卧室的放出来 但是现在房间还住在里头 就是在附近这些 那个公寓 都基本上是满足的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在Savanna 它这个city叫Garden City 是靠着港口的 大概离港口 离港口大概一两个米 骑自动车 骑摩托车 能过去的 这边就是这些蓝领工作机会特别多 那这些Dyson的 除了打工挣钱的 或者在这附近 这种散工 这些黑人他住在这 因为他随时能找到小时工 随时能挣钱 就是这块的住房需求非常大 就在这块如果投资 去住这种小的motel 小的酒店 或者是这种低端的公寓 就是要便宜 要提供家具 要允许短竹 就是这个租期要灵活 你不能要一年 就是说一个月也行 三个月也行 半年也行 那个租期要灵活 在这块有大量的需求 我觉得比较合适的 就比方说做那种一排一排的那种 预置摆房 五万块钱那种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 带个厨房 带个厕所 房子里能放一间床 这种很简易的 就在这块非常受欢迎 或者就弄这种活动摆房 活动摆房 卧室多一点的 然后按照卧室出租 放上家具 水电都开了 WiFi都开了 在这边特别有需求 我给大家录一下 今天的小酒店 我说有房客的 没上都加了花环 但是有一些房客不愿意 他会把花环拿下去 那个是神人 是我的那个manager 帮我管房子的 他就愿意弄这个花花炒炒什么的 现在整个我们小酒店这么好 干干净净的都是他在弄的 他在帮着装饰 他在帮着弄的 这边是帮我修房的 我卖了这个卖家说 他肯定不会再用这些人 他会要用自己的人 这是我这个割草机 我就没地方放 就一直放在这外边 好像也不坏 也没事 以前的时候 是在这木头庄的这块 有一个仓库 就在这个本来的草地这块是没草地的 是个大仓库 我们给拆了 以前的时候这些割草机啊 工具啊什么都放在那里头的 这边有一点垃圾 去把这垃圾剪一下 什么呢 有一些地方还停电 所以学校不开学 这一星期 学校都没有开学都放假 今天现在是星期五 这个房客现在都去都出去上班了 等到晚上的话 基本上这院子的停车场就都满了